现如今,因为学习、生活、工作各方面的压力,好多人的肠胃都不好,特别是那些经常光顾着学习或者经常到夜加班,以及需要经常参加各种优业的人也为严重。 俗话说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肠胃好了才能吃麻麻香,吃得好心情自然也就会好,很多人都不知道肠胃不好该怎么办。 下面,杨三介绍几种调理常微的方法,来了解一下吧,日常调理。 二介绍不良生活习惯,如饭后不要躺下休息,不抽烟,不喝酒,生活要有秩序,不要熬夜,减少无味的烦恼,心情保持愉快,之前二到三小时不要进食。 三,三餐种类要丰富多样,摄取均衡营养,广泛地摄取各种食物,以获得均衡的营养,不要纯吃淀粉含量高的食物。 四,三餐定时定量,让肠胃养成正常运作的习惯,进餐要细嚼慢液,少量多餐可以避免肺胖或肺酸过多,肺酸过多可能会逆流至食道,刺激食道粘膜,餐前一个小时避免零食。 四,以免影响食欲,影响正常的摄取量,因一番餐肺主要的营养及热量摄取来源才对。 五,用餐当中不要喝糖或饮料糖或饮料会吸食胃酸,破坏肠胃的消化能力,已会造成肃脏,进而影响饮食的分量,以免肠胃越吃越虚。 六,制度增加脂肪摄取量,少吃油炸食物,以免无法得到人体需要的脂肪。 方案为酸酸病,造成肠胃的负担,只要不会引起腹泻,或是腹胀气等消化不良的症状,就是适合的摄取量。 有人可能会问到,肠胃不好的身体出现的症状会有哪些吗? 会不会都是一样的?别急,羊三下面会为您讲道,肠胃不好的症状,吃胖的腹部,饭后吃水果是很多人的奇怪。 断下肚,需要四到六个小时的时间,才会到达小肠,而肠果下肚,只需要二十分钟就可到达小肠。 假设你饭后吃水果,水果则需要与其他食物一起混合在胃内一起排入小肠,消化时间也会更长。 长期如此,会造成肠胃消化的混乱,也会造成压力。 水果应该是在肚子饿的时候,或是在饭间吃,出现口腔溃疡。 假如总是出现口腔溃疡,那么则表示需要大量的维生素A、维生素B。 最好多吃些黄色和深绿色的水果来补充维生素A,而性马肌小麦胚牙,则可以补充维生素B。 眼睛发痒或出现红筋,大多数人的眼睛会痛时都会需要电脉药。 其实改变饮食也是非常有用的,眼睛里面发痒,红妆,或是眼角变红,开变,都有可能是因为和黄素不足引起的。 需要多喝牛奶,多吃骨内和动物内脏,是单的喝鲜麦片粥。 既养生,也养味,山药糯米糙米芝麻粥,把糯米50克,糙米一份,500克毫升水搬入叶半锅煮备。 最后把切好的山药丁放进去继续煮,一起煮成粥。 这款粥很利于量位,山药小米糙米牛奶糊,山药小米糙米牛奶糊有助于肠道的消化。 具体做法,取准备100克已经蒸熟的山药,排取普通小米20克,糙米20克,再加入900克毫升的水,搅在一起搭成米糊,然后放入全汁奶粉50克。 用烧搅拌后即可试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